我想跟大家講一講 招呼蘭花的方法 有三件事很重要的 第一件事就是 它的淋水的次數、天數 第二件事就是它的通風位置和淋水 第三件事就是 淋水的多與少問題 第一就是我們現在 米的原理有配一個 專用的蘭花的淋水壺 大家如果有需要 在家裡也沒有的 可以打電話給我 然後就是 你留意每一窗的蘭花下面 其實它有些泥 主要將尖嘴這個地方 撥開一些樹葉 對著這個泥來淋 因為這個淋水壺的好處是 它不需要擔心會不會淋濕了些樹葉 或者淋濕些花 千萬不要噴濕些花 這些花濕就一定會濕的 而且那個樹葉濕了 就一定會冷的 還有留意千萬不要淋樹葉中間深的位置 因為它真的會難營 它慢慢開始變黃 淋濕那個泥的部分 第二件事就是 一定要放在一個通風的位置 譬如有新鮮的空氣 因為蘭花和人一樣 它需要呼吸的 當空氣越漂亮的時候 它那個生長 開花燦爛的程度就會更好 如果你很局促的時候 它有機會是前面那些花 會燒 或者後面 譬如你放在窗台 如果當外面的空氣 已經去到25至28度的時候 後面那些花就會慢慢開始凋謝 所以留意那個溫度 蘭花它很喜歡 18至19度這個溫度 第三就是 淋水的多餘少問題 因為很多客人都有問我 因為我米基綿米配的蘭花 通常它的花盆 一定會陷入一個洞 那個排水位 那你淋多了 你一次過淋多了 也不怕 因為它飲飽了之後 多餘的水分 就會在排水口流走 只要你抹乾 或者你淋水之前 用一個碟 或者用一些布 已經準備準備好 在這裡去吸乾水 那就已經很好了 淋完水之後 譬如你今天淋 然後你大概一個禮拜之後 七到十天之後 再淋一次水 不需要每天去淋水 因為它很喜歡 一個比較偏乾的狀態 那由你淋完之後 去到第七天 它就差不多了 水分 但要留意 你可以用手指去摸摸這些 如果你完全是乾到草 一滴水都沒有 它一定不會死的 就是它前面的花枕 就不夠水分 就會容易焦 這三件事記住 還有如果真的有需要 這個辣花水 下天可以找我 謝謝